结局高俊为舅号生死 赵启邦成邱家正牌女婿 婚后生三胎 高俊一直都喜欢邱号 只是他曾经的出轨行为太过深刻 哪怕对方同样对他有情 也接受不了被背叛的事实 反而和赵启邦的感情越来越好 毕竟对方在事业上给予了邱号很大的帮助 一百亿的资金说给就给 甚至为了蒙蔽赵太太说 他们两个已经决定结婚了 谎言终究是谎言 赵太太把邱号当做儿媳妇看待 所以才没有纠结赵氏一百亿的资金 可当他意外得知自己的儿子和邱号之间 根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直接就气晕过去 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赔上集团大半的资产 对着他就是一顿指责和谩骂 邱号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赵启邦为了帮助他 甚至肯欺骗家族和集团 当即感动上前为他开脱 把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因此让赵太太消气不再纠结 赵启邦也因为这件事情被邱号看好 不再拒绝他的追求和示好 二人逐渐往更深的层面去发展 而高峻对这一切丝毫不知 单纯地以为他忙着集团和商场的事情 自己也一门心思地调查邱志斌 毕竟人只要犯罪就会有痕迹 也是在这个时候邱首人为了报仇 用邱志斌擅自挪用资金开建赌场的事 逼邱首一不得不退位让贤 把集团副主席的位置让给他 同时对于邱志斌也更加不满 怒骂对方没本事 如果他不是邱家唯一的男孙的话 他现在早就被赶出邱氏了 真怕看到大结局 邱号又和高峻纠缠不清 既然分手了就好好做朋友 之前感觉他们突然在一起就觉得很奇怪 还好大结局邱号答应了李约的求婚 邱母也终于喝到了儿媳妇茶 一切都是完美的 从开始就十分占李约和邱号的CP 感觉遇见那样好的人 真是没得什么需要考虑的了 邱志斌被警察找到他杀死邱首一的证据 但是在半路上警车出了车祸 他逃走了 于是他立马去接琳达和自己的妈妈离开香港 这个时候邱号立马去追 并且打电话告诉高峻 邱志斌直接把自己唐姐的车给撞了 然后挟持了他 想要逃走 正在这个时候 一辆货车急驰而来 李约看到邱号有危险 立马把他推开 结果自己和邱志斌一起被撞倒了 然后一起送到了医院 还好李约最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高峻离开了香港去了另一个国家 李约和邱号的感情发展得很快 半年以后他终于赢得了邱号的芳心 答应嫁给他 不得不说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坏人受到了惩罚 好人也遇到了另外一个好人 洗劫连理